大家早安,我是阿旺,是阿旺 今天阿旺想談的議題比較特別 今天阿旺一份寫,按一下手機,突然想到議題 我見到有一個人物,在澳門出了七年的工作 我上回台灣,讀Sexy 阿旺想起問題,阿旺在台灣畢業 回到澳門工作已經兩年,或以上 正常按道理,我只要回台灣衝作多一年 我就可以拿到台灣的新聞證 甚至不用去當兵 我就想,現在這個時候 究竟是不是我回台灣做一年事,拿新聞證的時候 今時今日,如果我回台灣做事,拿新聞證 那我就可以直接回台灣工作 很多人會說,阿旺你回台灣做得些甚麼 你們不要忘記阿旺的老本行 是因為幼稚園老師 我回台灣隨時隨地,都會有學校去聘請 做一位幼稚園老師 甚至可以嘗試一下,在台灣 看看有沒有地方招聘房仲業 即是我們現在阿旺的老本行地產 阿旺一直在,今天早上在思考 那你們有怎樣看法呢 那我們說回樓,樓這件事 我明白很多人買樓,都是想買便宜的 阿旺都是想幫大家買便宜的 那我永遠相信這個道理,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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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雙負雙成的動作 但有時候有些客人 可能未必太信任自己的地產技術 會覺得,嘩,他是不是在耍我 他是不是在耍我 我可以說一句,今時今日沒有地產技術會殺你 除非你不是給合約談單位 否則地產技術會不斷打獨針殺你 說這個單位不值,甚至可以幫你談到多便宜多賤都可以 但是,其實對號碩後都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他的目的就是拗你的票派 但是,今日自由的地產氣墜,很用心、很認真來說 嘩,你可以的 你給我一張票 你幫我簽合約 你給我一個時間 可能你給我三天 我應該可以幫你磨刀的業主 簽了一份合約 出售的單位 但有些客人不相信 有些客人會聽了其他地產的疏擺 不相信 直接會跟他自己的A上同 你先試試吧 其實我手上有一個自理名義的 我經常都跟同事說 和自己說 沒有票 沒有單邊 沒有合約 不要找我談 真的不要找我談 沒有心 怎麼談 就算你記上去賣也好 我幫你談到我家 你都會臨時反口 其實 受傷的不止你 不止我 甚至業主都受傷 他會覺得 到這個價了 我減了下來 你到最後都說不買 其實 我跟你談 做什麼呢 還有業主談到其實是軟牙萬破 你想要扔 你就要給你A進時間 如果你給你A進一定的時間 我覺得 有信心 他每個單位都聽到你 並不是一味跟A進說 我今天自己搞定 但是沒有任何資本的情況下 跟A進說 我今天自己搞定 1600萬你可以的 我立刻給你 立刻去幫你簽合約 不是每個單位都這麼爽快 不是每個單位都這麼好 除非你看到單位開這個價錢 這麼利出的價錢 就是這個價錢 一定 這麼爽快 如果你說 他已經是由 你知道他由2100萬開價 我男朋友砍到現在1700萬 他就跟阿旺說 我想多砍100萬 我要10分鐘 一個小時內完成 沒有可能 我要很肯定 任何一個神能的A進沒有可能 就算我前期公布跟他打得好 觸都沒有可能 做到的 因為他已經很大劈自己的樓宇 所以有很多東西 其實阿旺覺得 你應該順利的A進 不要被別人打到針 因為地產界很複雜 甚至有些人會出任何的 固惑招、陰招 去跟你說 我現在單位不值 很多很多東西 對呀 今天的視頻到這裡 下旺我到自己的地方 各位 拜拜